这一项时间要来告诉您了 今天得要把握好天气 虽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但是下个礼拜有两波东北季风就要来报道 所以今天来说跟下个礼拜相比 今天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从我们的这个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迎封面基隆碑岸 以及宜花大台北的山区 今天要注意到的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 而在大台北盆地或是桃园台东的部分 则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期的短暂降雨 温度方面要注意到北台湾会稍稍比较凉 从今天开始北台湾的低温21到23度 高温25到27度左右 不过中南部的观众朋友要告诉您了 这个东北季风虽然是有南下的状况 但是低温来说也不会到太低 但是高温的部分有可能还是会到29到30度 所以这日夜温差是非常的大 未来降雨趋势要带你一起来关心到 因为东北季风两波是接力的来 首先告诉您第一波的时候 会是在下周一的时候来看到 这东北季风就会慢慢的增强了 所以雨区范围也会逐渐扩大 尤其在整个东半部的地区 甚至是到了中部的山区这里都会有雨 甚至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地方 接龙北海岸宜兰花莲台东 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 那么第二波东北季风增强的时间点 雨区再扩大 而且这雨势会下得更大 是在下个礼拜一的晚上一路到礼拜三 包括了整个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 局部较大雨势都有可能会出声 都会发生 而且这个中南部的地区的山区 这个雨区也会逐渐在扩大当中 下周二呢 午后降雨则是要注意到的是 中南部整个地方都会有午后降雨范围雨区扩大的部分 那么雨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减缓呢 要到周五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张图 雨量呢是持续在减少当中 因为这个时候东北季风就减弱了 不过北部东北部的地方 还有东部的零星地方都还是要小心 还是会有有雨的教育状况 那么要告诉您的是这个温度啊 因为下个礼拜有两波的东北季风 所以降温全台都会有感哦 尤其下礼拜四就是立冬了 东北季风在这个时候增强 所以更有这个冬天的感觉 我们透过这张图可以看到了 绿色的地方就是中南部的地区 高温还是好高哦 有可能会超过28度 甚至上看30度以上 但是要来看到红色的这条线呢 就比较低了 高温普遍来说最高也是25度而已 甚至到了周三这边会降低 突破到20度以下 这个就是北部地区东北部的高温 东北部的低温的地方 这个最低点的地方 那么北台湾的夜晚呢 其实平均来说啊 清晨大约都是20度左右 不过呢看到这个礼拜二晚上 最近礼拜三的清晨 这个时候会是下个礼拜 最冷的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候的空旷地区呢 有可能就会降到16到18度了 大家得要特别注意 那么中南部的朋友要注意到的就是 这个是高温 这个是低温 但是可以看到这日夜温差真的好大 有可能会超过10度以上 所以提醒您早出晚棍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你的衣服要多穿一些了 好那么东北季风 下个礼拜即将就要增强 环境风场会整个转为这个东北风 所以也就是呢 境外污染物也会被这个东北风 一并的吹下来 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呢 其实三天的这个空瓶预报啊 都是差不多的 要告诉您的就是呢 其实啊就是这个中南部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亮起了橘灯 这个地方呢 因为污染物在下风处 是比较容易累积的 所以有看到这个高雄 以及屏洞地区 是亮起了橘色的提醒 对敏感族群来说是比较不健康 所以提醒您出门的时候 外出要记得 携带上口罩了 好最后这张小丁尼的时间 要告诉您的是啊 今天啊就是东北季风报道 东北季风今天来说 会稍稍的减缓一些 不过呢很快的 在明天又要再增强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 包括了整个北部东半部都有雨 但是以今天来说 跟下个礼拜来比 今天的雨呢 是短暂正雨 零零星星 零零星星的 但是要告诉您全台低温啊 大约是21到23度 中南部的高温 告诉您还是可能会超过30度 所以整个温差来说 可能大于10度 出门的时候要小心 您的这个保暖工作 有没有做好了 另外啊要告诉您 除了这个有雨温差大之外呢 这几天 因为东北风的暴到 所以桃源到云林的沿海 横圈半岛 澎湖 蓝雨 绿岛 这边都有8到9节的强阵风 所以呢下个礼拜 如果东北季风在增强的话 包括了空旷地区 海边的风浪都会更大而已 海上作业得要特别小心咯 那么东北风夹带了 这个境外污染 所以最后要提醒您的是 中南部尤其是高屏地区啊 空屏是亮起了橘灯 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 顾米族群可以戴个口罩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宽馗清称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全焦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